我又不明白 所有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起的 其實都已經有條法例在這裏 你剛才說 犯法犯得久的那些就不要拆他 或者不要拆他 犯法犯得遲的那些就被人先拘捕 我真的很笨 不是很明白這一節 你幫我開竅 我做過很多研究 1961年是第一次開始有這個法例 61年之前沒有网管 61年這個法例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當他是武道 政府又不執法 真真正正社會開始知道這件事是很不應該 是越後期才是越明顯的 我在說這個意思 現在林鄭都說 如果你是61年之前起好 又沒有再改動 你不受影響的 他是說61年 因為61年才有那條條例 你61年之後 你就無論你那塊地是村屋地 還是你祖居屋地 其實不緊 如果你說兩位 我的說法是完全支持林鄭現在講的 我亦都其實是想呼籲那些人 盡量去申報 去登記 千萬不要不登記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 我覺得基本上跟梁振英倒一泡而已 而我又不覺得梁振英 會軟弱過林鄭月娥 如果你現在不去登記的話 日後你去拆的時候 你真的哭也無謂